好那么中秋连假9月21号是最后一天了 不过台东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人车潮 游客可能是已经提早的回家 虽然南回公路车流略增 但还不到拥塞的情况 警方研判塞车的几率应该不大 中秋连假今天是最后一天 不过台东并未出现明显的人车潮 游客可能已经提早返家准备上班 虽然南回公路车流略增 但还不到拥塞的情况 警方研判塞车的几率应该不大 于台东廉价涌入相当多的人潮 南回知名景点多良火车站 泰马里樱木花道平交道等 大约有八成游客回流 警方和公路单位原本预估 昨天下午到今天会出现大批的返家车流 不过截至今天中午情况还好 没有出现塞车的路段 警方表示部分车流在台东停留一两天 随后继续往花莲方向前进 有的则是南下走南回公路返回西部 可能有间接分流效果 既有陈恩如总和报道